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2018年3月25日悬疑问答 这个又不是什么了 又不是佛法的了 哦 OK 不是什么佛法 不是的 师傅 请在今年的清明节 坐落在观音 观世音菩萨圣诞日的后一天 师傅 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在观世音菩萨 办的那一天扫目吗 请师傅直备开示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可以的 可以的 早上十二点钟之前 早上十二点钟之前 请关心菩萨佛光普照 哦 OK 好可以 明白 有没有一句对分来扫目呢 以传统的来说 没有的 走到第一个目就先扫第一个目 哦 OK好 可以明白 不是说一定要扫爸爸妈妈的 然后扫公公婆婆的目 也是可以吗 哪个先进哪 走到哪一个目先进的 就先扫目 就祭拜 听不懂啊 明白了 明白了 扫目 扫目就是 意思就是 就是怀念的意思呀 就是祭拜呀 祭奠呀 如果我们师兄 我们同事 我们师兄如果去扫目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要注意一下的吗 如果在扫目的时候 不要乱讲话 不要去多看人家的坟 不要去踩到人家的坟 好 脑子不要乱想 多念大飞咒 回了吗 好 好可以 师父 如果家人不能同一天扫目 我们可不可以分开两次来扫目吗 你说可以了 不可以吧 谁说不可以的 人家没空 没空 你怎么办 因为有些老人家他们说是不能分开的 老人家说 老人家说还是卢台长说啊 卢台长又是卢台长 又是老人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师父 因某些人家人要同修准备细伯和婚子给亡人扫目 请问师父 同修应该如何面对 如何面对 说服不了他 随他们去 好了 但是他要同修 就是师兄们 要去准备那些细伯和婚子给亡人 这样我们是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如理如法的做呢 什么如理如法 说得通就去做 说不通没办法 你要在家里 家里你没有这个地位 那么你就只能去做 那么你自己的业自己背 没办法 好的 明白了 师父 师父 因某些西伯里有大对咒和十小咒 虽然我们知道 经文对我们修复的人是不可取的 因家人的问题又不可避免 如果同修准备以上有经文的西伯 给家人烧送 如理如法吗 你说呢 你为什么不能买光的 经文可以烧的 他这边是写着是 同修负责买 同修不烧给家人 给家里的人烧 这样子可以吗 我知道 我不会帮你们背这个业的 好的 好的 师父 需要念礼佛吗 如果是因这样子的事情 自己觉得错了就要念礼佛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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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先说礼佛要念哪遍呢 自己念到心无挂爱为止 好吗 心无挂爱为止 好 好 还是要如何祈求菩萨赦免以上的罪呢 一样 念礼佛就知道了 全面讲一讲 好吗 好 好 好 您的师父 好了 同修有问到我们扫充小房子 是该在扫墓那天扫充 还是清明节那天扫充 请师父慈悲开示 能有条件吗 在扫墓这时候扫 好 没有条件吗 在自己家里扫 都可以 清明扫一点 扫墓也要扫一点 好 可以 感恩师父 7 清明节提前多少天去扫墓比较合适 选自2019年3月17日悬疑问答 同修请问就是清明节扫墓 如果当天没时间去 那么在清明节之前多少天去扫墓比较合适呢 提早都可以 一个月左右都可以去扫墓的 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代表你 一定要到这个时间去做的呀 你在这个时间之前做了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感恩师父 8 外出扫墓祭拜时要注意安全 选自2016年4月3日悬疑问答 那么明天呢就是4月4号 星期一农历市2月27 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了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很多清明节去祭拜的时候出车祸 所以呢这些呢应该都是有些问题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要小心 要多着念经 九 清明节去上坟穿素色衣服比较好 选自2016年4月3日悬疑问答 清明节是不是不能穿那个大红大紫的那种衣服去上坟呢 当然素一点比较好了 你穿大红大紫的话 人家边上的人要骂你 家里人说你什么意思啊 清明节要素色 你穿着大红大紫什么 干什么 啊 什么喜事啊 不够庄圆 那 明白了吗 嗯 好好 那白色的话也是可以的是吧 白色 黑色就可以 十 墓地祭祖时的摆放有顺序吗 选自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220 问 祭拜祖先 我们在坟墓摆放供品 水杯 香炉的时候 应该按照怎样的顺序 答 不烧香的时候 点香之前 摆放顺序都没有关系 十一 学佛人参加葬礼或上坟可以跪拜吗 跪拜时需要注意什么 选自 2017年8月18日直话直说 谢谢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就是参加葬礼或者是上坟吗 如果有亲戚朋友或者是兄弟姐妹去世 我们学佛人可以跪拜吗 可以 跪拜吗 可以 可以啊 可以 因为 人家都在跪拜 你必须要跪拜的 这否则不礼貌 那跪拜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师父这个问题 心里想着观世音菩萨能够救救他们 那你现在后来 你的跪拜就不是跪拜他了 你是跪拜菩萨了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懂不懂了 真是跪拜鬼干嘛 但是你不讲谁知道了 对对对 对不对 你叫师父跪拜他说得起不了 说不起 对对 明白了吗 这个东西你们不学 你不问你一辈子都不会懂的 嗯 我觉得讲给你们听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学了 谁不听啊 他哪一句不听再过两天他就愚痴 这这本人有句话叫学无止境吗 对啊 对啊 十二 有关上坟时能否播放大悲咒的问题 选自2019年11月24日悬疑问答 同学想问去上坟的时候 在墓地可以轻轻放百人大悲咒吗 会不会惹事 自己不要影响到别人的 自己听就好了 哦 好的 自己念经就更好 哦 那是念什么经 念大悲咒呀 轻轻地念呀 好的 因为坟上有各种各样宗教信仰的人 你看百人大合唱的话 有些 有些是其他宗教的呢 你都不知道啊 你不要惹事啊 你要听吗 你自己听 要念吗 自己念呀 哦 好的 十三 预备给王仁上坟 在哪里烧小房子更好 选自2013年3月31日悬疑问答 如果上坟的话 在家里烧好小房子去还是在坟上烧哪一个好 在白天可以在坟上烧的 嗯 那么家里 家里烧好还是到那里烧好 上坟 已经准备去 决定去上坟了 当然在坟上烧好 哦 更接近它 十四 清明节上坟祭拜时小房子如何烧送 选自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219 问 清明节上坟祭拜时烧小房子 需要带放盘子的小凳子吗 还是说 铺一块红布 然后都放在上面 答 可以铺上红布 再放上香炉 盘子等 不要接地气 不用再使用小凳子 十五 祭拜王仁的物品不要拿回来 在坟前烧小房子应如何祈求 选自 2012年4月1日悬疑问答 上坟上去烧小房子 只要是白天就行 下午 白天上午下午无所谓是吧 只要是晴天就行是吧 上午下午没关系 只要白天不要天暗 而且不能就是说天越来越暗的时候 你明白吗 虽然很亮 但是已经走下坡了 很快就暗了 那就不要去了 听得懂吗 下午四点之前能没事吧 尽量吧 尽量吧 尽量尽量 就完全是月份图 你说好不好 你告诉我好不好 你 Dharma 拿个碗 实在不行 拿个碗 특 擦这土灯上好啊 拿着碗的话 然后也是等香 招完了以后 我这早晚拿回来 就碗都放在那里了 不要啦 还有就是那个 放供品下的 我记得您说过要铺铺 这个布的颜色有什么要求吗 红布黄布都可以 然后这个供的水果 还能上加拿吗 你要记住啊 你供祖宗的这种水果 你就不要了 不是供菩萨的 哎呀 讲的不好听一点 你就是供过台上的水果的话 你拿回去吃都是 对你有帮助的 那个祖宗的都是供过鬼的东西 你再拿回家去吃 那死掉人的衣服你来穿 那那个收费房子那个盘子 那个也就留在那里散了 就是怕肥能了 不要啦 那个在肥头上说 小房子起球了 怎么起球啊 起球啊 没什么 就是今天是清明 我来拜祭我们的某某某 王仁 希望你们能保佑我们全家 都平平安安 爸爸妈妈你们安息吧 你们 我一定念小房子 把你们操到天上去 今天先给你们几张小房子 就这样啊 请关心不上保佑 能够让他们操住到天上去 十六 拜祭的香达卷有何说法 选自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 问 前两天上坟拜祭 上香的时候 在坟上上香 有一个香达卷了 请问是什么意思啊 答 祭拜哪个亡人 哪个香达卷 就是哪个灵性来了 十七 上坟时点完香后能离开吗 选自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五十一 问 上坟时点完香后能离开吗 还是等香燃尽后再离开呢 答 磕完头就可以离开 十八 扫墓工作未完 香燃完了 是否需要续香 选自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二十二 问 上坟祭拜亲人 偷一次上的香燃尽 但扫墓工作还没完成 还需要续香再继续扫墓吗 答 最好续一只香 十九 祭奠用烧菜不如用水果 祭奠后不可再吃 选自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日 悬一问答 清明节马上要到了嘛 就是他的那个第二个儿子 他们要那个 就是 记一下嘛 他们一般我们这里的那个传统都是烧荤菜去记的 然后烧 雪婆 雪婆 就是 我跟他们说荤菜不能烧 对吧 他们如果要记的话就是烧素菜可以吗 实际上你要是给他们说最好的方法烧菜没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那个要供水果 供水果 嗯 就是家里就是摆一下供水果 对 烧菜的话一般的都是在下面的人才吃的 哦 如果就是家里人就是烧了荤菜去那就是一般要磕头啊什么的 这个这个荤菜荤菜啊在家里人再吃进去可以吗 你说好不好给死人吃过的东西你会吃吗 你比方说死人用过的衣服你会用吗 所以过去人都不懂的不能做的 嗯 这倒霉啦 二十 扫墓时贡国的数量有何要求 选字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二十一 问 清明祭拜单个人祖先墓的时候 贡国每盘的摆放单数号还是双数号 答 一般以单数为准 二十一 上坟用的香炉用完后最好带走 选字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日悬疑问答 同秀清明前的时候他去上坟 他带了一个香炉在墓地烧香香还没烧完 同秀就回家了他就想问过几天可以再把香炉从墓地取回来吗 可以的 好的好的可以的 还有一种就是他可能就一直留在墓地下次上坟时再用那这两个哪个比较好 其实像这种最好是带走啊不要放流在那里 二十二 香炉落在墓头该怎么办 选字 弟子提问师父回答四 卢台长2017年四月马来西亚印尼大型红法活动 清明上坟的香炉要带回家 但同秀把香炉落在了坟头上 请师父开示该怎么做如理如法 落在了坟头上就没有办法了 人家会把它拿掉的 扔掉就算了 你不可能再为了一个香炉在坟台上 还专门跑到坟上去把那个香炉拿回来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本身这个香炉供过亡人了 就不能再去供 供那个菩萨了 二十三 扫多处墓时香炉要用几个 选字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五十五 问 清明节上坟因为有几处墓要扫 香炉要买几个吗 还是一个就可以 答 一个可以